01,在购买FF汽车,20天之后,许家印信贸美国考察了这家备受关注的汽车公司美国总部,FF的CEO假月婷带着一众高管,向许家印展示了FF汽车的细节,许家印对于FF的产品和技术也给予了高度肯定。 6月25日,许家印期下的恒大健康公告,宣布67.46亿港元收购江港石银公司100%股份,正式入主美国新能源汽车公司法拉第未来,此前FF争议不断。 尽管人们承认他们的新能源汽车在技术、百姓等方面有很多突破,但是对他们的资金实力充满质疑,窍草、潜心、停产的传闻不绝于耳,而许家印的入主基本消除了这些外部流率,市场反馈良好,给市场上的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。 尽管时间仅过了20天,恒大健康的股价大涨74%,市值从398.3亿港元,增加到692.9亿港元,增长294.6亿港元,收购带来的溢出效益十分明显。 但财务上的增长显然不是许家印的首要目标,虽然恒大的房地产销售收入名列前茅,但许家印还是把恒大的未来,瞄转到高科技行业。 但他既不是像某些大老板一样,新招团队常识互联网项目,也没有孤注一致去保芯片,仔细分析许家印的产业布局。 他把更多的资源聚交到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高科技领域。 收购FF,布局新闻源汽车是最典型的案例,多位分析师也强烈看好此次收购对恒大战略转型的标杆作用。 这是和中科院合作后的有一个里程备式的大事件,未来恒大将两匹马车并行,一手依靠传统房地产业务,提供稳定时事的利润。 一手依靠新技术支撑的新兴产业给公司发展带来新增长动力。 02出行是一个强势球,很多国家的都推出了传统汽材油车的推出时间表,所以新闻源汽车的竞赛早已开始。 传统车企字不必说,从ABB这样的大厂商,到北汽,比亚迪,广汽这类的国内厂商都在发力。 跨界玩家,也不少,或计互联网圈,金融圈甚至家电圈的企业,都开始进军新闻源汽车。 在一众厂商中,FF从一开始就是极其受关注的一个,最早的操盘人贾跃停在国内未受DIS被质疑,PPT高车。 项目是否能真的落得一直被质疑,真相到底怎样? 其实外界有很多问题上大解答,目前恒大健康股价的上涨,更多是因为收购行为本身,而后续如果要获得持续的上涨,就需要在产品层面有更多的是执行推进。 正因为这个原因,外界可以把许家印的此次美国之行定义为验货。 据了解,许家印赶赴美国后,立即对FF公司进行了现场考察。 许家印看得很细致,无论是生产制造,动力总成,电池电控,车辆安全,电汽实验室,还是设计工作室,车联网,自动驾驶这样的核心研发部门。 许家印都是一个个过筛子,跟每个板块的负责人,都要认真询问和了解情况。 从目前流出的资料显示,FF的进展比外界预期的又好不少。 很多细节较之以盲的官宣有更多的说服力,重点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。 生产计划在有势推进,重要的是有一波专家在推动。 在FF这个项目在团队组建过程中,号车至少搅动了半个汽车圈。 很多汽车技术领域的大咖都聚集于此。 这次也给许家印做了集体亮相。 比如,FF全球联大高级副总裁Pieter Seiden,是原通用汽车集团电动车总负责人。 FF全球生产制造高级副总裁Dagricon,是原特斯拉生产制造主要负责人。 又二,他向许家印介绍了FF的生产计划,表明他们向外部承诺的量产计划正在有序推进。 在很多关键环节,FF聚集了全世界最有经验和创新性的一波人。 比如,动力总成和热管理高级总监Pieter,是原通用汽车电动动力总成负责人。 又一,他向许家印介绍了FF自主研发的三电动力总成技术。 FF全球高级产品副总裁Nick Sampson,是原特斯拉Model,SEN8负责人。 又三,他和FF动力管理和充电系统总监JT Bering又一一起向许家印介绍了FF电池承组技术和电池单起。 FF全球高级产品副总裁Nick Sampson,是原特斯拉Model,SEN8负责人。 又一与FF设计负责人人,Polovsky原特斯拉和福特汽车设计师。 左二三许家印介绍FF产品内外是材质和设计理念。 FF产品安全负责人Andy Ho,原奥迪,奔驰安全工程师,介绍FF产品安全理念。 整体看下来,许家印对于FF目前的进展是满意的,对于其产品展示出来的技术实力和创新精神非常欣赏的。 当然,最重要的一点是,许家印已经开始参与FF未来的战略规划,这个消息会让市场是下定心娃,基本消除了此前对于FF的各种疑虑。 第三许家印此前也表示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眼见为实,看起来结果是符合他的期望的,他肯定了FF的产品和技术。 针对外界对恒大投资FF的疑虑,许家印表示,投资FF绝对是正确的决定,恒大将会在资金、生产基地建设、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FF全方位的支持。 这般表态无疑将在以下六个方面强化市场对FF的认知与信心。 人才方面,恒大真正投资的是FF背后的技术科团队,这是这次许家印考察的重点。 FF全球拥有超一千名新能源汽车、计算计算法、互联网、信息系统、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研专家。 买公司就是买团队,这个专业团队在汽车领域非常热眼,也是未来这个公司重要的支撑。 从目前来看,这些专家的工作效果不错,专利方面,虽然时间很短,但FF有超一千人的科研团队,在中美两地提交申请专利,接近一千五百项,获得专利超过三百八十项,并且在多线技术指标上,亦全面领先行业标准。 技术方面,FF已经实现了动力系统、车辆平台、自动驾驶、人工智能、计算平台、互联网系统等六大领域的技术变革。 资金方面,这是此前最受人购病的方面,像未来汽车的理想就说,FF91是可以量产的,但是恒大的加入完全弥补了这个缺陷。 不仅提现在直接投资方面,恒大也注入了FF急缺的信任和信心。 政策方面,此项收购也非常符合国家大战略的需求,符合中国制造2025的诉求。 而且FF虽然是一家美国公司,但是未来的主要销售市场也离不开中国。 方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表明,未来汽车生产资质审批权将下放至各个地方政府。 这意味着只要满足方改委条件的地方,优秀新势力造车企业将有机会取得地方政府发放的生产资质。 在这方面恒大显然是有不少优势的,运营方面,汽车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同样需要高效率的组织,比如充电桩的搭建等等。 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,恒大一直有散战之名,房地产行业练就的高效运营能力,在汽车行业同样适用,任何一个新闻源汽车项目都离不开这六个核心能力。 当前,距离传统能源汽车的禁售,开始进入到计时,可以预计,新能源汽车将是十年内继续高增长的产业,FF将是新能源汽车领域最重要的玩家。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节点,就是等待它的量产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